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有什麼推動我出來做 First Day 呢? 其實純粹一開始就是因為想為這次運動出了分力 但是我又對於自己做勇武方面就沒什麼信心了 結果我就有這個 First Day 排下 我就選擇了認識我 First Day 了 就會想其實除了做和理非之外 會不會有多少少事情可以做 因為自己本身認識 First Day 考過 First Day 排的 那一刻就會覺得可能除了我站出來之外 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事情幫助別人 那 First Day 最主要的職責就是處理傷者 可能是分隔傷者和示威的區域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處理他們遇到的 可能是擦傷也好或者是一些出血的傷口 總之幫他們做一個第一時間的傷口處理 然後去幫助別人 可能如果嚴重的話 就是幫他們叫白車 帶他們安全的位置 我自己主要會站在後門的位置 都會吃到Tier Gas 但不會在最前面 有機會真的中子彈那些 但是如果在前面叫上來後面 可能要 First Day 或者有些什麼情況 都會想去幫忙 那處理主要都是Tier Gas 那些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出現的狀況 我心態就是我出來 但是我不想戴機器 因為我怕被人搜到 很多時候有機器的話 在身就會是一個妇女 很多人都會選擇空裝 可能就是一個N95 或者就是一個口罩上前 或者就算有豬醉 可能沒有眼罩 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那他們一出彈 很多人都會需要NS 或者普通清水 搖晒眼那些 主要是幫這些 那也都有些情況 因為始終戰線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的 也有些小的戰線 那些警察都會這樣放Tier Gas 也會有遇過中彈的情況 但是通常都只是普通紅腫痛 就沒有真的前線 不斷掃射那種那麼嚴重 那如果針對那些的話 那麼多是找冰包包去撫入 都不是說有很多很嚴重的傷勢 有兩種Case是最難處理的 我簡單 有第一種就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那個傷者恐慌症發作 那個傷者如果她恐慌症發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給她的指示 她是不會聽到的 即是我們要立即安撫她的情緒 甚至有時候那些傷者會堅持 要留在原地 然後很害怕 不想動 我們有時候要強行帶走 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第二種處理比較困難 就是傷者去昏迷了的時候 即是有時候我們要立即去分辨她 是否可以離開現場 會不會是傷及了一些神經組織 如果我們隨便去移動她 會帶來一些不可逆轉的傷害 我想這兩種Case是最難處理的 因為這兩種Case 我們比較難去判斷 我們是否可以帶她們離開現場 所以是比較難去執行我們的職責 我最難忘的一次經歷應該是 我在10月31日 在蘭桂坊執行職務的時間 因為那天蘭桂坊原本是一個和理碑活動 但是警方都釋放了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但是現場有很多並不是參與示威的市民 他們受到波及 另一方面就是現場的Birdsay也很少 結果導致我們物資不足 人手也不足 結果導致我們最終處理了很久才能成功 令所有傷者得到適當的鬥志 所以這次是我最難忘的經歷 也得到的教訓就是 我們一定要比我們預備的更加充足 因為我當時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傷者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活動都不要小看 最難忘的那次都是在612 因為一來是第一次處理 即是第一次接觸 真是落場救援這件事 當時其實這個案件 是一個普通的中暑案件 但是為何會這麼深刻或者這麼難忘呢 就是因為有另一些前輩 他也有跟我們說 就是你們雖然有第一次接觸 那你做的事當然是在救人 但是當你沒有氣床 或者沒有足夠的經驗的時候 就算被你拖到患者去到安全為止 也好 有些感覺是無法照顧他們 或者是患者有甚麼情況也好 你沒有氣床可以量度他 就是可能是脈搏或者個人的健康狀況 那時候他也跟我們說了很多 就是要想清楚自己的能力 和自己的範圍可以去到哪裏 所以為什麼之後我不會想到這麼前 因為我也有思考過 就算我學過可能怎樣處理骨折 或者處理出血都好 去到我是不是真的幫到手呢 那就寧願會留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事 那前線的first day 和中後線的first day 有甚麼分別呢 那我覺得前線的first day 會比較處理多些 例如中橡膠子彈 或者是一些嚴重受到胡椒噴霧 或者是吹雷坦擊中的例子 那可能後線或者中線的first day 他們是比較處理一些頭昏生性 或者是比較support的工作 因為始終大遊行 或者是大隔 會有很多小朋友或者老人家 都會出現一些不舒服 那他們比較多處理於這一方面 如果用得最多來說 就應該是這個ice pack 因為ice pack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不論是乳傷或者有些嚴重的 受到胡椒噴霧之後 它需要去令它舒緩的痛楚 那可能有時候ice pack 是比較容易的選擇 但是我們一個人往往都很難 帶這麼多ice pack 出去 因為我們在說ice pack 都有一定的體值 相對來說 如果我們缺乏的物資 除了ice pack 還有保溫戰 因為其實一般情況來說 我們比較不會去帶保溫戰 相對來說 以前沒有那麼多商者 是需要用到保溫戰 除了去出動到水炮車之後 它會出現低溫症 因為其實你在利大一役 其實你也看到很多商者中了 水炮車之後 它會出現低溫症 這樣可能 豪溫戰和ice pack 是比較欠缺的物資 如果你說普通的生理鹽水 反而我們是很足夠的 最需要的是 NS 就是生理鹽水 以及ice pack 就是冰袋 因為其實你看到出血很少 通常最多 就是大家看到最激烈的那些 一定是可能中子彈 尤其是眼中彈 但其實那些情況也是相對 其他其實是少很多 也很少接觸到那些 其他的中彈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種鈍傷 就是入了那些是被硬物撞下去的感覺 造成一些紅腫瘡 或者如果是出血彈的話 可能會有少少少傷 會有紅腫瘡的情況 那些情況主要都是用冰袋 另外就是 身體鹽水純粹 因為吹雷彈的影響化為實在太大了 那它一出 就算你不是在煙裡面 你是距離煙 可能10至20米的情況 你都會受到吹雷彈的影響 所以用得最多是這兩年 其實出去就算 那天沒有帶其他的醫療用品 身體鹽水是一冰袋在身 而且主要都是代很多細緻在身 可能見到差不多有出去 等待派對給身邊的人 那他們都可以照顧自己 在家人有沒有阻撓我方面呢 其實他們沒有很實際阻止我出去 但是會勸喻我不要出去 因為始終 其實First Ada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安全 其實也有很多First Ada 受傷的例子 甚至有些嚴重的個案 例如大家都知道 早前一個First Ada 就達至了三級燒傷的情況 或者是First Ada 近來都會被捕 所以這方面是他們擔心的地方 亦都是為何他們 偶爾會勸喻我不要出去 都知道家人南場的 所以都沒有讓他們知道 一個就是心難 在家裡不斷罵我不斷說那些 所以就不會說 另一個他就說自己是中立的 但實際上其實 他是假裝中立 對於所有的破壞都覺得是不對的 所以我站在那邊 都有錯 兩邊都有錯 一個口說 其實我都很支持你們出去 出去遊行那些 但就不要這樣破壞 不要破壞那些 所以都沒有跟他們說 其實這也跟為什麼 我不會像那些上妝的First Ada 那樣東西有關係 就是我沒有可能可以把那麽多頭盔 或者一些反光背心 或者很多大量醫療物品放在家裡 因為我的狀況不容易 每次都是可能只是很少量 可能是珠嘴 小小小的資深 你不需要放在家裡 才不會讓你去發現 因為這個狀況也限制了我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遇到最危險的經歷 是我的記憶中 有一次催淚彈在我頭上爆 但是很幸運 當時用的催淚彈 並不是現在那麽高溫 所以對我沒有造成損傷 這件事也都令到我知道 每一次出去執行職務的時候 一定要帶好身上的裝備 做好自己的保護措施 否則會令到其他First Ada 都要救回自己 在困難方面 其實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的困難就是 在物資方面 例如我們採購上的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有些藥房 是會不肯賣一些急救的裝備給我們 我們在補充這些物資方面 其實都很依賴市民去自發捐助給我們 一方面可以解決我們在財購上的阻礙 另一方面在財政上真的能夠支援我們 另一方面的困難就是 我們執勤之後 其實每次執勤 起碼10個小時後起跳 有時是去到20個小時 之後往往會失去 一些保護車和白馬車的服務時間 這件事是會對我們的Perseda 帶來一些風險 因為始終我們的裝備裡 會有豬嘴、淚冠 這些警方有圍禁品 如果我們出去的時候 被警方搜到 他們會流難我們 所以這方面的困難就是 我們走的時候 會沒有任何交通工具 因為通常這些時候會比較晚 所以這方面的困難就是 這方面就是另一方面的困難 這一代的年輕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想過這場運動會捱到這麼久 這個是我比較想不到的 其實從六、七月開始 你會看到他們心態上會改變很多 比如 我們不可以阻礙 救手足 有很多心理上的框框 是打破了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 是比較關心社會 當然其實都跟他們 相處 處於的環境是有關 其實可能上一兩代 或者本身香港 大家都覺得是一個比較 冷漠的城市 大家都只顧著工作 會很利益社會的事情 但是這一代 可能有機會是因為 之前積落的一些 示威遊行活動的分圖 包括2014年雨傘革命 或者2016年的雨傘革命 很多年輕人 當時都未必是 真的性格了 由政治啟蒙 但是 累積落接收了很多 之前的事情 去到今次 大家都一起 是懂得站出來去為自己 我覺得是前人做了很多 令到這一代人 都可以跟著覺醒 而我們這一代人 亦都可以影響到 之前和我們的下一代人 就是今次的事情 我們很多年輕人 甚至可以令到很多 不關心政治的大人 甚至是老人家 轉向支持我們 甚至是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為自己 發聲 為自己爭吐器 我覺得這是年輕人 最特別的地方 有什麼啟發的話 我認為 急救是一種心態 因為大家都聽過 勇武是一種心態 其實急救也是一種心態 因為我們急救之前 我們一定要預備好自己 我們要給予安全感 以及我們要準備好自己 才可以令到傷者 相信我們的行動 可以幫助他們 我認為最大的啟發就是 我們急救也要預備好一個心態 去參與這次的運動 我覺得我們每一天都好像 在偷一些時間 有很多手足被捕 他們有些是還在 已經是和犯家沒有分別 等著上庭再反應 有一部分是被捕過 在保釋 他們的人身下跌比起我們 多很多 另外有很多是受傷 無論是手腳上 或是身體上 或是心靈上的受傷 其實都是超出大家的想像 我覺得 我們一些比較平常 或是沒有接觸到 那麼多這些傷害的人 其實是比起他們 更加應該 犧牲多一點 自己可能 時間 或是其他方面上 去支援他們 不要說 怕自己當付出少 因為我覺得 比起他們 我們做的任何事情 其實真的 不算是甚麼都幫不到他們 唯一可以幫到他們 這班人的就是我們一定要贏 要贏到最後所有手足才可以 不用坐牢 不用犧牲他們幾年的時間 對於有師兄師姐 被捕 因為我 其實我認識的急救 不論是醫生也好 護士也好 其實都有很多被人告暴動 所以其實是會令到我們 在心態上 沒有容易走到那麼前 這個的確有一定程度的障礙 但可能 剛剛也說過 我只是學生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 顧慮上 沒有那麼大 所以 在這方面 我就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 另一層 另一層面上 就是擔心會少了人 行出來 去 繼續去 這場運動上 去做急急的工作 對於這場運動的發展 我覺得 只要政府回應了五大訴求之後 這樣 民怨才會平息 然後 如果民怨真的平息的時候 也不會再有示威或者遊行 我們也可以很放心 不需要再去出勤 去擔心示威者的案例 有什麼想和前線友好 和你非港 如果作為一個first day的身份 就是大家運存 有什麼事就找first day 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 就是這樣 總之 安全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